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雞 今天要示範 使用特技飛機 像現在你所看到的這一台 特技飛機 它是綠色 它的塗裝是綠色的雪碧 那我們先還 飛機一周來看一下飛機的外景 很多看到的特技飛機飛行的話 也就是用這種 簡易的 單引擎飛機來做特技飛行 現在我們 所以呢 我要駕駛它 從沙漠機場起飛 然後 一直開到 我們的 海 海的河口 部分 在 進行 低空的飛行 表演 現在 我們從機場起飛 先做兩個 迴旋的動作 差一點 退退 再做一個 旋轉的動作 然後接著呢 我們就 往 海邊 飛行 那各位先看看攻擊吧 現在越過 越過 三邊了 左邊那邊有看到水管 等下會從那邊 沿著水管 飛行 下邊是高速公路 那右邊呢 有看到賭場 每個月賭場 在水管 往下 水管 下 走 大便 這是 現在我們看快要接近海邊了 又看到港口 要準備右轉了 右轉 然後會下降我們的高度 右轉 下降高度 右邊 好,看到了第一個橋 橋洞了 然後準備低空飛行翻越第一個橋洞 然後沿著河面翻越第二個橋洞 這個接著左邊 第三個橋洞 結果飛太高 尾翼去插撞到橋橋洞 幸好沒有什麼大礙 繼續完成這次的任務 第四個 第五個 好,繼續這個 翻越 轉靠有點右偏 左偏 因為之前有經過飛行學校的訓練 玩過了很多次 所以呢 對這樣的飛行路徑的話 非常的高興 接著經過山谷 然後前面是水壩 那我們到最後的時候 再做提升 高度的提升 好,然後沿著水面飛行 然後沿著水面飛行 好,接著要沿著左邊的白色水管 好,接著往下 沿著山形爬升 接著水管前進 好,接著往下 然後右側 沿著公路 上方飛行 然後 往右切 然後切 低空飛過 然後通過 另外一條公路 接著呢 就是進入到公車區 公車區 公車區也是要盡量保持低空飛行 還不會被葉片給打到 會發生危險 好,接著飛行 好 感覺很危險 接著飛行 好,感覺很危險 很快就完成了這次的飛行任務 這樣就完成了飛行任務 但可能只有到 風景 的水準 剛剛有飛過兩個衛星碟 然後又回到了 這個 沙漠季場 然後我們要飛到 跑道頭 飛到前面的跑道頭 然後 會左轉 準備降落 好 好 好 飛機 已經到了 左轉 回來 然後 對準 跑道頭 準備降落 對準了 好,可以降落了 好,結果 飛機一直排跳 壓不下去 我們是這種 特技飛機的話 也沒有煞車 只有關引擎 最後還是把它壓制下來 要不然一直彈跳 因為它沒有空氣煞車的關係 接著呢,看 還有另外一台特技飛機 那我們就下來 測試另外一台 測試 特技飛機 這一台 油漆已經有褪色 看起來比較老舊 那看起來比較老舊 是不是馬力就比較小 好 那我們接著再起飛 好,馬上 如果還沒飛多久 就做了360度的大迴旋 直接撞定 爆炸 好 辛苦的小雞 你的飛機還在前 結果 飛機在前面 已經燒毀 撞 撞擊 墜毀 而且還 尾巴 熊熊大火 那我們 小雞 趕快來看一下 可憐的飛機 已經燒光了 已經燒光了 摧毀的話 飛機就變 一個殘骸 多恐怖 好,今天小雞的表演就到這裡啦 謝謝各位